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了解潜舰这个神秘的部队吗 今天的单元我们就要从台北市贵阳街的国军历史文物馆开始 在开始参观导览之前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把我们说明的可是由左营赵又廷之称的宋少小 他也是海军现役的潜舰军官 阿游 宋少小你好 主播以及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少少今天要带我们来参观的是这个潜舰部队发展史机特展 好像非常的精彩 是的 非常精彩 今天就有我来帮各位解说 一起来了解中华民国海军潜舰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我们走吧 哇 真的不愧是左营赵又廷哦 他的解说真的是非常的精彩而且细微哦 不过宋少小您刚刚有提到 其实在海军的这个潜舰 建军的过程当中 有所谓的武昌计划 还有所谓的水星计划 是不是可以再深入的跟我们解说一下呢 当然没问题 这可是我的强项 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到潜舰的驻地开看吧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左营基地水星营区 而水星名称的由来是从民国六十年的水星计划 也就是从美国接手两艘嘎皮器潜舰 现在还在服役的海尸舰及海豹舰 而谈到水星计划一定要讲到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 就是海尸舰的所任舰长关正清 毕业于海军官校四十三年班的关正清先生 曾经担任武昌艇队艇队长 海师军舰首任舰长 潜舰战队长等重要职务 服务潜舰部队长达十六年 可以说是中华民国海军潜舰部队 从无到有建立过程的见证者 今年八十五岁高龄的老战队长 现在就和我一起站在我国第一艘武昌艇前 回忆半个多世纪前 挺队建军的点滴 民国五十二年 国防部特勤士建案向意大利定造 SX404型袖珍潜艇两艘 定名武昌计划 武昌计划原来构想的是 我们要建造两条小型的潜艇 就在意大利厂商 在意大利把所有的潜艇 各种组件 你比如说压电扣 钱万金 组的电瓶 包括所有部线 在意大利它采购或者制造 分段地运到台湾来 在淡水组装 它为什么选择淡水呢 因为它这个人比较独立 为了保密 就这样这样子 所以武昌计划成立海军 以后 离关注组长艇 他们去找人员 所以我们从54年来 就以干训班的名义 其实是潜艇干部训练班 来找所有海军的军官 还有士官 集中在海军的士兵学校 战斗的训练 这武昌厅的构想呢 它里面成员六个人 四位军官 两位士官来操作 他四个人在出海以后 他有个亭长 对不对 有个亭妇 另外两个军官 两位士官 有六个人操作 大家可能看到有个电影 英国的一个电影 你叫X1这个潜艇 骑士五三艇 就是拷配跟X1潜艇一样 但是淡水这个岗 我们想到第一个雨色的 第一个水流很激 潮潮很大 这个屋就在淡水河 这个河口上 这个屋门有的时候倒不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 你这个艇经常训练 车市进进出出 行业界的 这个不是一个很理解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总共去考虑 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很好的基地 就准备把这个艇拖回左营 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两艇拖至左营 民国五十八年十月八日 武昌艇队在左营成军 由总司令 逢起冲上将主持 两艇命名为X1海角 X2海龙 午餐计划成功以后 水中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你假设武昌艇不成功以后 美国可能不会有这个构想 但成功以后 比方说你对潜艇 至少你超出潮艇有这个能量 就是他才应该要接到潜艇 民国六十一年三月 美国移交潜艇给予我国 当时指派关正清上校 为第一艘正规潜艇 海事军舰舰长 并率官兵赴美国康乃迪克州 美军潜艇学校接受基础训练 此次所要接舰的潜艇 可说是海军第一艘游泳战力的潜艇 直到所有部位 全由我官兵熟悉操控 并经美方正式认定 我官兵已完全有操作此型 潜艇之技能后 航训才算完成 美国才同意将潜艇移交我国 我们预定的是这两条潜艇 对不对 但是两条潜艇 你要有参谋 还有备人员 所以我们计划有三批人到美国所信 就是水星一号 二号 三号 水星一号是击海事 水星二号击海报 船艇都有了 水星三号叫资源队 就是准一批人 万一有什么意外 有的人补充 所以我们计划是这样子 美国对人员训练 潜艇发展是世界第一 非常重要 你看我是个建党 我是上校 救火啊 毒漏啊 那个时候还下雪呢 照样要做 所以美国教官他讲什么话呢 他如果这么应该训练你 并不是要你说我出了什么事情 要你想办法来解决 你不是说我发生火灾了 我如何救火 我发生毒漏了 如何毒漏 他我的目标并不是说 你发生火灾以后 如何才是最好发生的救火 不是你 我希望你本质的就是 要你根本上不要发生火灾 海师军舰 海豹军舰 分别于民国62年4月12日 及62年10月18日 先后完成接收 反抵国门后 及实施各项战备训练 后续人员的教育与维持 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 直接与间接的 对全军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为我国海军前战队 奠定了优良传统 更为往后的海龙 海虎 打下良好的基础 稍稍根据我的了解 海师跟海豹这两艘 嘎比级的潜舰 在移交我国之前 就已经在美国服役了 二十几年了 而在下现在呢 反国服情到现在 又过了四十几年 这样子前后加起来 就有六十几年了 可称得上是阿公级的 古东潜舰吧 没错 主持人您有做功课哦 所以才有后续 自荷兰购入较新型的 舰龙级潜舰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海龙 海虎 两艘 柴油级潜舰 海龙军舰于七十五年 十月四日下水命名 同年十二月二十日 海虎军舰下水命名 两舰分别于七十六年 七十七年交舰成军 正式加入海军作战序列 共同担负保卫台海之重大使命 哇 76 77年 我都还没出生耶 是啊 所以海龙 海虎 也有将近三十岁了 不仅如此 你看嘎比吉都超过了 一甲十岁了 我们海军将他们的妥善率 都维护得非常好 对耶 其实一般交通工具 都很难办到了 更何况是潜舰 我想这是不是跟这个 潜占部队的资深事关 干部有关呢 尤其是我常常听到的COB 主持人您说对了 潜舰部队最特别的 就是每一艘舰上 都有一位COB 也就是Chief of the Boat 能担任COB 表示无论是技术 经验与年资 都是最顶尖的人物 有崇高的地位 现在我来介绍256战队的COB 本人加入潜舰队的行列 已经超过35年 目前主要负责 精进潜舰士关制度 并针对任务规划与执行 有效协助人才招募 与培训工作 在潜舰队应工作环境特殊 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小螺丝钉 除了扮演自身工作角色 除能确保任务税型 与船舰安全航行外 更能为保卫我国海江和平 尽一份心力 回想当初进入256战队的时候 经历了漫长的合格签证过程 虽然艰辛 但却是一段 令人难忘又美好的经历 更让我感动的是 在为完成合格签证的时候 每一次签证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有长官跟学长 给我很大的鼓励与协助 这里就像家一样 让我更有勇气 面对严格的签证与挑战 而现在担任士官杜老长这个职务 与士官兵弟兄们生活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学习在一起 训练在一起 尤其看见他们 面对一次次的工作与任务 经人自动自发的完成 让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与荣耀 有幸身为潜战队的COV 更让我以此为荣 未来我会继续带领 潜战队后级的士官兵弟兄们 勉励他们 面对严格的训练及签证进度 虽然有挑战 但只要努力学习 就一定会有成果 你最抗拒的是 往往能带给你最大的成长 能将压力转换为前进的动力 观念态度对了 路就通了 最后 潜见国照是我们的未来 也是我们的希望 除此之外 我们在语文与装备薪资上 持续精进学习 做好接见的准备 刚刚听完COV的访谈 我只听到签证签证 我只知道出国要签证 那海军又有什么样的签证呢 而我刚刚发现您的凶章又好像一些特别之处 是不是可以请宋少校跟我们解释一下呢 好的 接下来我为你介绍的是我们有关于我们的潜见的合格签证制度 其实我们潜见的合格签证制度是算海军中算是非常难的一个签证的过程 怎么说呢 因为我们的全部的潜见的官士兵 他必须要不断的大量阅读 有关于一些装备的一些原文书啊 或是他的操作 船船大大小小的系统 你都要去学习去了解 这样才能够让你在最紧急的状况的时候 你能够有马上的反应去处置 再加上你的在海上的实作部分 这也是你都要去操作才能够去验收 验收也不是说一定就会合格 也是要经过不断的这个遇到挫折 再去想办法去改进 或是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能够经历 我们潜航兄章有分两种 第一种是金色是像我这个所别的 这是军官别的是金色 那第二种是银色是由士官所别的 那这个潜航兄章呢 就是你要完成这个签证制度之后 才能够表示你是一个合格的 能够担任潜舰要职的一个职务 早期的潜航兄章都有编号 像我们的老战队长关正清学长 他所拿到的就是第一枚潜航兄章 编号重动摇 所以要成为一位合格称职的 这个潜舰官兵真的是十分不容易 所以只要有这个签证合格 就可以胜任了吗 不仅如此 要担任潜舰的议员 除了以上这些靠勤奋努力 可以达成的签证制度之外 还要有心理抗压的基本素质 而且在生理上 更要承受得住大气压力的改变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得知到 自己的身体的确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呢 这就得归功于国军左营医院的压舱机 现在就请左营医院高压养治疗中心的专业人员 来帮大家解说 那根据这个我们海军的这个潜舰潜舰人员作业的标准 所有进入这个潜舰工作的这些人员 一定要先通过这个所谓的这个耐压测试 那我们的耐压测试就要经过我们这样一个高压舱 那我们让我们的人员进舱以后 然后我们开始加压 那我们加压的时候 我们身体里面含空气的这种器官呢 就会产生所谓这个压缩的效应 我们就产生挤压 那这个时候我们尤其是耳朵 那最重要的是耳朵他们要做个平衡动作 那做了以后他耳朵能平衡 或者鼻腔也能够平衡 这样他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 那基本上我们做这个耐压测试 就是要测试他们在这种压力有变化的状态下 到底他有没有什么困难 如果说他会产生疼痛 或者是产生不舒服 那可能表示没有通过 那他就不能再进入这个浅舰的这个工作 表示他不适合这个工作 所以这叫做耐压测试 一般我们大概现在目前的深度是测到110英尺 另外主任的说明 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浅舰官兵了 不仅要适应舱内非常狭小的空间 还有水下的压力 以及要具备操纵这个舰艇的专业技能 真不愧是深海的聚集者呢 是的 而我国位居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中心枢纽位置 地缘战略极为重要 且重大民生与战略物资多仰赖进口 海洋航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命线 考量未来作战环境与敌情威胁 无论是战略或是战术上的运用 潜舰兵力必然是台澎防卫作战最加力 因此潜舰国造绝对是当前最刻不容缓的国防建设 没错 也希望全体国人都能给予最大的支持 制造出更好的潜舰 让海军更有能力捍卫海疆 海军加油 看完了特展 我觉得海军真的很辛苦 要出海已经很累了 还要在这么狭窄的舱舰里生活 希望国人能够大力支持国建国造 制造出更好的潜舰 让海军保卫国家 这一次的潜舰部队发展实际特展 我刚刚仔细看了一遍 官方把军史记录 结合现代化的软硬体设施呈现出来 让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海军早期老前辈 他们致力于建军备战 无焉无悔 这个特展里面用言语 用文字 用图示 用文物 来表达他们集体的 共同的 共荣的 共苦的艰辛历程 这是一种典范 也是一种传承 尤其是那种坚持到底 永不服输的精神 我看了非常感动 请建特展 欢迎参观